產後 因為我是婆婦產 三個 他是有溫太醫的 對對對 三個月的時候 我可以推寶寶出去的時候 每天散步一個小時 那時候還沒有規律的運動 婆婦產大概四個半月 你覺得傷口OK 你動一動 不會覺得影響傷口 會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 這時候開始規律運動 四個半月開始 我一個禮拜三天 跑步加快走 二十分鐘 四個半月就可以 對 四個半月 因為我覺得自己OK的 然後跑步快走二十分鐘 一個禮拜三次 接下來就是浮腸挺身 人家是浮地挺身 你是浮腸挺身 這個是每天都要做 因為包括胸部的拉提 還有你的手臂這個地方 來 這是一面長作給我們看 好 都可以 就是與肩同寬 然後 然後 但不能穿高跟鞋對不對 不能 對 然後呢 謝謝 然後它有那個 十五次我會做三個 就是三個循環 循環 但是接下來力量 你就比較大的時候 我可以做二十次 再三個循環 就是再加 好 那現在很多像是提臀 這些都要 那如果你看電視 你不要就 就在那裡 就坐在那邊看電視 我會就是 腳趾頭 踮起來 與肩同寬 那一樣你的手臂往上 這時候你會發現你的腰部 小腹跟你的臀部 都在用力 你把你的意志力 集中在你的腹部的地方 然後看你能撐多久就撐多久 這時候你會發現你的這個核心肌群 會變得非常有力量 這樣子一個月之後 因為我那時候生完就是誓言 我要塞回去 生前那條緊身牛仔褲 就塞回去一個月 只是呢 肚皮的狀態 當然不可能像生前一樣 因為呢 有個護士告訴我一個很 我講生產前 因為講生前 我覺得 好 生產前 有個護士跟我講一個 我們只要死了 我們一定塞得回我們生前的衣服 跟我講一個概念 那時候我覺得還滿心酸的 他就說 無論你再怎麼運動 肌肉肥肉回去 但是皮膚的鬆緊度 就像一條橡皮筋 你拉到極致 已經有斷痕 不可能再回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對 就是不可能 所以他說後來有些人 藉助一些科學的方法 像是電波去做 其實現在電波拉皮可以了 沒有用 我做過 沒有用 對我來講真的是沒有用 還是我因為太晚才做 對 沒錯 我覺得跟你斷裂的程度有差 因為你的家圓蛋白斷裂太多了 對 所以就是 懷孕的時候不要超重 我甚至於想去剪皮 我看過兩個醫生 都勸我不要 因為你是鬆 可是國外呢 你要鬆到 一頂這樣放出來 他才會 他才會幫你剪皮 而且他說你為了這一點點的皮 你要拉一個這麼大的傷口 對 而且這麼大的傷口 風險是很大 很大 然後他就勸我 他說不是沒有方法的 我說還有什麼方法 他說你就是 脫衣服的時候關燈 很棒啊 這樣做什麼都會失蹈 為什麼現在醫生會這樣講話 好幽默喔 等一下簽證都不要轉 好幽默喔 但是我剛剛就是示範那個運動 就是一個月之後我塞回去 我覺得我應該放假了 所以接下來六個月我都沒有運動 因為我覺得就是生小孩帶小孩 還要恢復身材 就滿累了 我整個壓力很大 所以你是半年之內就瘦回來了嗎 對 半年之內 所以我接下來半年都沒運動 然後一陣子我又負胖 我胖到52 因為我瘦回來大概47 47 48 可是我就覺得要心情好一點 我就開始吃 吃吃吃 然後我先生就說 你最近要這樣吃下去嗎 因為他知道我之前飲食非常節制 就可能六點以後我不會吃任何東西 然後就集中在白天吃 我只有唯一一天一定要吃就是禮拜五 因為我訂禮拜五就是 這個禮拜五隨便你想吃什麼 洋芋片 冰淇淋 炸雞什麼什麼 因為你已經辛苦剪一個禮拜 所以一定要一天讓自己心情非常好 可是他說 奇怪你怎麼每一天都是e whatever friday 你怎麼了 我說因為我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我要靠吃讓自己 發動然後就開始多吃 產後六週之內沒有瘦下來的多難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兩個數據 是關係的你產後肥胖到底好不好減 第一個就是你運氣中增加的體重 對 這是第一個數據 那第二個數據就是產後六週 但那個體重也是蠻關鍵的一個體重 就是我們建議你在六週呢 一定要瘦回你原來體重的10%之內 六週怎麼瘦啊 10%之內 我送給你聽喔 因為其實我們寶寶一出生之後 你的體重大概就會少8公斤了 大概就會少 沒有耶 我只有少4公斤 對 那所以說我是說大約 胎盤洋水 因為胎盤洋水 寶寶的體重 還有媽媽本身的水腫 子宮乳房的重量 其實都會回到原來的樣子 大概會平均大概少8公斤 對 所以說其實你增加那麼多 就會先減了8公斤了嘛 所以你在一個半月之內 只要再試圖再減掉另外一半 其實說真的不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吃健康食品增加飽足感 我現在要介紹給大家的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很想 就是大吃一頓的時候 或是嘴慘的時候 半夜找不到東西吃對不對 我要介紹大家一個熱量很低 營養價值又非常高的東西 它可以取代粉圓 你知道嗎 粉圓是一個熱量非常 很像三粉圓對不對 對 珍珠奶茶嗎 它叫做什麼呢 它叫做奇異質 它其實是鼠尾草的種子 可以可以可以 它這個已經是 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這個是蔓越莓的 然後這個是蜂蜜水 然後這個是檸檬蜂蜜 那我平常怎麼泡它呢 這是加蔓越莓汁是不是 對 蔓越莓汁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這就是乾乾的喔 對 它其實就是一個 鼠尾草的種子 它叫做奇異質 那一般來講 它不是山粉圓喔 不是 它看起來很像 可是它吸水以後 它會膨脹 所以它吃進去的時候 會有滿滿的膳食纖維 然後讓你會有飽足感 不會讓你覺得很餓 它明明有顆粒 可是為什麼我吃不到顆粒 Excuse me 兩位主持人 你們喝得好開心 我們有嗎 對啊 有一點那個飽足感嗎 蠻好喝的耶 像甜點一樣 我沒有吃到一顆一顆的感覺 有點習慣往上面一點點 對對對 有不同口味 對對對 前面的是那個蜂蜜檸檬 後面是蜂蜜水 我現在要教大家怎麼泡這個東西 因為它其實很簡單 有些人買回去啊 它可以直接撒在沙拉上面 像我有朋友 它自己把它拿來當做那個 做bagel裡面的材料 它加在bagel裡面 它也會有一顆一顆的口感 那它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做麵包也可以把它加進去 對對對 它可以多用途 對 那因為有時候你想要喝一點飲料 尤其是夏天 那我會先用一點點熱水把它先泡開 它會發起來對不對 這要煮嗎 它不用煮 它完全不用煮 而且因為它是熱水對不對 它不會因為你很燙熱水 它營養價值就破壞掉不會 但是 它是不是越南來的 不是 我很怕有農藥 沒有沒有 你相信我它是沒有農藥 因為它有一個GAP的認證 它是一個歐盟 一個產銷履歷的認證 它裡面不只膳食纖維豐富 連鈣質都非常的豐富 還有一些其他的維生素 所以你剛剛說那個膳食纖維 所以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吃 對 而且你看喔 我現在已經把它用一點熱水 就勾勾的 它為什麼看起來會勾勾 因為它已經開始吸了它的水分了 不是 這為什麼會 這很好喝而已 這為什麼會減肥 因為它是增加你的膳食纖維 我怎麼吃它 我每天早上 我用牛奶加熱以後 我就直接這樣加一瓢半 一瓢半的那個奇異子進去 然後就會吃不下嗎 沒有 然後我再加麥片 所以呢我早上以後 喝完這個牛奶麥片加奇異子之後 我排便就很順暢 因為它就飽了 它就飽了 它會很飽 它有很好的飽足感 讓你覺得說 你不會想要再吃更多的東西 而且它膳食纖維很豐富 這真的會飽 我這樣喝就覺得比平常喝這一杯 這樣子還要飽 而且它的熱量 比粉圓低太多了 對啊 我有膳食纖維 而且你如果說真的很晚的時候 你想要吃一些鹹酥雞 不要 你也不要去買珍珠奶茶了 你就自己泡一杯 你如果真的很可很可 你就加一點蜂蜜 加一點檸檬 如果你可以喝透明的白開水 你就加白開水就好 你根本不用加其他的飲料 那就是一個很健康的飲品 因為我一直想要喝到那個顆粒 可是我一直喝不到 我就一直吸 我就喝完了 我就喝完了 這個很... 如果只是飲料的話 很好喝的完 可是有加這個 你會覺得現在有點... 對 這會有泡汁 真的會有泡汁感 而且好好喝 那口感 西米露有沒有 咕嚕咕嚕 一個一個就喝下去 而且它並不是一個 就是熱量很高的產品 美人姐你可以喝這個 單喝 像我自己 如果說像我要去運動 對不對 我自己要帶一罐水出門的話 我就會拿尿 對 我就直接把它 就是加一匙半 然後加水混合 等到我運動中間想喝的時候 就我有吃到喝一點 就吃得到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斟酌 有些人他喜歡喝稀一點 有些人喜歡喝濃一點 它那個外面泡水之後 外面會coating一層 像粉圓的那種 對 QQ的口感 所以如果說女生她很想要吃粉圓 不要買粉圓 粉圓量太高 而且還有一些什麼 什麼順丁吸二酸是不是 是不是順丁吸二酸 對 不知名的化學 對 這個是完全天然的種菌 所以你去我們那個健身教練那裡 完了之後就有喝水就對了 我會喝水 然後如果我真的很渴的話 我喝那個無糖豆漿 我就會再加一瓢 然後讓她稍微的 因為有種說法 運動完會很想吃飯 不行對不對 那很快會變胖對不對 運動完是一定會餓 這是一定的 對 因為你消耗熱量嘛 可是你要吃對的東西 要以蛋白質為主 先吃蛋白質嘛 蛋白質為主 通常教練都會推薦 運動完就是要喝一杯豆漿 對 牛奶或去 豆漿粉 然後要不然就是吃地瓜 是吃好的碳水化合物 那像我自己 我喝水裡面我就會加這個 但是我不加糖的 因為我運動的時候喝 我其實是要 增加我的飽足感 然後補充我的水分 因為我有那個尿結石 對 腎結石 我就趕快 後來變成酥尿管結石 後來我就多喝點蔓越莓 這個加蔓越莓還蠻好 很好喝 而且你知道嗎 它其實可以補充一些 你平常吃蔬菜也不夠的那種膳食纖維 像我自己每天早上是喝這一瓶 所以我早上會上一次廁所 晚上也會上一次 吃完這個是排便 是不太會蠕動的 所以這個對我非常好 那你可以 真的需要喝 我從小不會自己上廁所 那你要抹我那罐減肥霜 抹完就是一直上廁所 真的嗎 我倒靠吃藥 而且你知道有人買回去 然後直接吃的時候 就說這個好奇怪 它那個咬了以後 它覺得很像芝麻 然後沒有辦法增加上廁所的次數 後來我們才跟他講說 其實不是那樣喝的 它是要加在水裡面 而且你水 你要補充水分讓它膨脹 膨脹起來對不對 我剛剛是因為用熱水泡 所以一分鐘它就會把它就是膨起來 可是如果你用涼水泡或者是 要久一點 對 要久一點大概十分鐘 就是帶一罐水出門搖晃搖晃它就好了 好 所以我覺得這很方便 所以我們吃完這個之後 就要做齊薇那個動作 對 然後不要再吃額外的甜點啊甜食 那個都會胖 好 所以不要再講你喝水就胖了 因為你一定忘記 除了水之外你還吃了很多東西 其他的東西 好不好 然後孕齊不要一直增胖 因為孕後 產後你會非常非常難減 好不好 謝謝 謝謝惠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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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